《生活服务类栏目》 对 我们同事要掌声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主演嘉宾 林海峰老师 欢迎您 同事也要欢迎我们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 有句俗语说得好啊 人吃五骨杂粮怎么能不生病 我觉得这句话就说啊 很多病是从吃开始引起的 怎么吃 吃的方式 咱们生活里有很多的误区 所以今天咱们要特别要请林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生活中有哪些误区是吧 天哪 咱们从第一个开始看 大家看生活 这个四大生活误区 哇 还不少呢 我们来看看第一大好不好 吃主食导致慢性病 主食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吗 对 林老师您觉得这个计划对吗 其实主食呢 不是主食导致慢性疾病 是因为你吃的食物呢 主要只有那几种 使得这个食物呢 从头到尾呢 就是一个偏食状态 比如说你主要吃的是馒头 或者主要吃的是米饭 或者主要吃的是面条 那么主要是面条 就意味着其他的食物都不够吩咐 那我今天吃面条 明天吃馒头 后天吃米 它只是变相 它其实都是淀粉 哦 对 七大营养是蛋白质 脂肪 碳水发合物 维生素 矿物质 水和纤维 那么我们要吃的食物是要均衡 七大营养素完整均衡 所以当你有主食的时候 你很难均衡 所以不是吃主食导致慢性疾病 是主食导致的营养不够均衡引起的慢性疾病 怪不得他这里打了双引号 实际上说那个是我们吃的太单一了 当然 如果你的主食 比如说像我 我的主食如果说是 我把我上了一盘蔬菜 这个蔬菜里面呢 如果又上了一些水果 然后呢 水果之后呢 我又吃了一些肉类 然后吃完肉类之后呢 我可能又吃了一些这个鱼啊 虾啊 那我就没有 我的主食就是一个完整的食物结构 对我来讲 我所有的食物加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的菜 所以主食很容易让人偏向一个概念 就是我一餐一定要吃什么 这个东西 比如说米饭一定要吃一碗 面条一定要吃一碗 我才叫的吃饭 这样的习惯就会导致有某一类的养分 大量的过剩了 哦 林老师其实说的是咱们其实中国人啊 吃饭有这么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的菜是配饭吃的 对 这个 林老师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能说以某种东西为主 而是应该一块吃 对 其实呢 比如说中国人的主食是米饭面条 那么米饭面条就是淀粉了 那么淀粉在我们身体来讲一天只需要50克左右 好少 一两 那我平时吃多了那些怎么办 全部转成脂肪 很多的长辈他其实很久都没有吃油腻 很久都没有吃肉 他还是山高 他从来没注意到是他的米面吃过多 他早上吃一碗西饭 中午吃一个四两五两的干饭 然后晚上又吃一碗西饭 甚至吃一碗面条 然后可能中间还配馒头 然后可能还配包子 那整个淀粉的量可能都已经差不多500克 或者1000克甚至更多 超10倍 那你看这些 这些所有的淀粉 有80%全部要转成糖 你想想 中国这么多的糖尿病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最大的糖的来源 没有这些糖 说真的要得糖尿病挺不容易的 如果你吃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很多人不敢吃水果 怕得糖尿病 好奇怪 水果90%都是水 但水果吃起来很甜 会有这种错觉 你提的很重要 很甜不等于糖度高 不甜不等于糖不高 没有米和面就不甜了 米和面你在嘴里含着 别吞下去 唾液里有霉会把它分解成糖 因为它是多糖 多糖跟我们的味蕾接触的时候 还没有分解成单糖 所以不甜 但是等它分解完就很甜了 所以把米饭拿去晾酒就很甜了 所以米饭泡在那里就变得很甜了 明白吗 吃一碗米饭等于就是吃一碗糖 我现在一天就吃一两 您觉得就够了 可是我吃不饱 你吃不饱 你为什么不吃很多的菜呢 中国的菜呢 很多都是重油重盐的 就是吃了之后 其实更想吃饭 你重油重盐 就是为了配那碗饭的 知道不知道 所以是整个饮食结构 如果没那碗饭 你就不用把菜做得那么咸 那么油了 这个饮食结构的方法 你们发现菜一咸一油 旁边的人就说 这个很好下饭 对 为什么很好下饭 因为饭其实是很难吃的 没有菜谁也吃不下去 全部靠那个很咸的菜 然后吃一口饭 赶快弄一个很咸的 吃一口饭 然后如果是男人 他还有一个坏处 他经常饭一吃完 菜就不吃了 饮食习惯里面 糖占了80%的分量 知道吃主食导致慢性疾病 在历史上可以查的 死了很多很多人的 有吗 有 你去查维生素B的发明历史 就可以查到这个 对呀 因为当年日本 日本的天环 为了犒劳他的海军 就把自己的粮食 给了这个海军 那海军本来是吃粗粮的 环帝觉得说想犒劳他们 就把自己吃的金米 就犒劳给海军 结果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海军不断地死人 总共加起来死了十几万人 在不断地死人的过程当中 这个日本的这个金鱼 就仔细查为什么 会是不是中了敌人的埋伏 还是什么 究竟什么原因 战争都没有死那么多人 对 结果查来查去发现 从头到尾 只有一样事情改变 就是环帝把那个粮食换了 把自己吃的金米跟那个灶米 对掉了 结果这一灶 就死了这么多人 这个时候呢 才引起了对这个灶米跟金米之间 到底什么东西有差异 一次研究出中间有一种微量元素 随着研究的继续 终于知道这个东西叫维生素B 也就是说灶米有 金米没有 对 可是那你说那我就吃灶米啊 对啊 那更难 为什么呢 因为灶米呢 它有维生素B 它也有蛋白质 外面有米胚 所以它很容易发霉 不容易储存 对 为什么会变成金米 就是因为它不容易储存 才会把它变成金米 口感也好 金米的特点是不容易坏 你知道为什么不容易坏 因为没有那个米胚了吗 对啊 没有米胚 为什么就不容易坏 因为连续锦对它都没兴趣了 连续锦对它都没有兴趣哦 对啊 容易坏的是什么 把蔬菜水果榨成汁 几分钟之内你不喝 它就慢慢坏了 会变质 对不对 优质的牛奶放在那里 你不喝它很快就收了 对 对不对 可是 不容易坏的 你看外面有些那种工业的果汁 放一天它都不坏 不坏代表什么 里面放太多防腐器 代表根本连细锦都对它没兴趣 哦 所以人吃的其实不好 当然不好了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 就是不用粮票之后 营养过剩了 变成吃米 很随意了 在七八十年代以前 你要多吃一口饭 你的家里面得有人勒紧裤腰带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时候用南瓜 用大豆 用玉米 用地瓜来替代了主食 反而身体是健康的 可是粮票取消之后 大家吃饭很容易了 所以经常大碗大碗的吃饭 像报酬一样 因为被饿怕了嘛 对 这个时候 所有的中国人 真正意义上多吃的 就是米饭 肉类是很难多吃的 因为限于你的消化能力 鱼类也很难多吃 因为价格贵 要多吃 会心动的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改变饮食结构 不能够以这个精米精面为主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就说我要吃蔬菜 其实蔬菜是这样的 蔬菜有两类 根茎类的蔬菜 含有比较多的类胡萝卜素 这一类的 它必须溶解在油里面 才能吸收 然后而且要在熟了之后 它的细胞才能破壁 把养分示范出来 所以像胡萝卜 像地瓜 像南瓜这一类的食物 一定要煮熟 它的消化效率才会高 如果不煮熟 你就只能榨成汁 那叶菜 这样破壁 如果是叶菜 其实 基本上都不能拿来炒 如果拿来炒 里面的维生素 基本上都会被高温破坏 可是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 几乎都是炒菜比较多 对 你没有看那些菜 空心菜炒完之后 像不像一个木乃伊 躺在那里 厘了 对 完全蔬菜里面的水分 那些营养液 全部都不见了 剩下干巴巴的 泡着一点点 你炒菜的油 躺在那里 等你欣赏 其实你吃它是一点乐趣都没有 蔬菜很难多吃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根就是叶 你要咬半天才能吞下去 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多吃蔬菜 相反的 生的蔬菜你很容易多吃 你比如说西苍里面生的蔬菜 一下子就吞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感觉像吃水果差不多 因为大部分都是水 很新鲜 很舒服 那如果你一定要炒菜 记得不要拿高温炒 最好呢 就是把锅里面的水煮开之后 把那个菜切得很细 然后放在一个那个肉里面 就是蒸 蒸剔 然后呢 那个菜这样放在里面这样的过 哦 漏勺就炒一下 过过过 过得差不多 也不是非常熟 又有一点点 把那个心味去掉 然后有一点点去掉之后 然后就捞起来 然后加一些调味品 过去来吃 所以能生吃的菜 一定就尽量生吃 对 这是肯定的 咱们呢 今天说有四个误区 刚才第一个的就说这么嗨 第二个咱们看看 究竟有什么误区 好 我也很想知道 吃肉会长脂肪 这不是明摆的问题 这怎么会说会吃呢 还明摆 是你看 点头了 肉 主要是蛋白质 次要是脂肪 蛋白质在我们的肌肉组织当中 是这样的 水分占百分之 大概七十 百分之二十是蛋白质 剩余的百分之十 是脂肪 糖类 维生素 矿物质 所以呢 你吃一碗肉 主要的收获 是蛋白质 明白吗 OK 蛋白质是不会转成脂肪的 除非呢 身上的蛋白质完全过剩 过剩到转化为糖 然后转为糖之后又用不掉 才会再转成脂肪 所以吃肉 斩脂肪 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就一棒子把肉给打死了 吃肉斩的是肉 肉类里面的脂肪呢 是可以变成血液当中的脂肪 和细胞膜 组织膜 关节膜当中的脂肪 它不是斩脂肪 它是我们身体 所有的膜组织的构造材料 也就是吃肉当中的脂肪 反而对我们是很好的 那不然 那个动物身上的脂肪 对它来讲是必须的 怎么跑你这边就变成有害的呢 老师 现在大家有说 这个肉也分红肉白肉 有人说 红肉我是不是要少吃点 白肉像鱼肉 就多吃点 不管谁的肉吃进去 都要斩成人肉 对吧 你知道呢 鱼肉吃进去 它也要被分解成氨基酸 我们的消化过程 是把所有吃进去的东西 拆拆拆 拆成小分子 你对于你来讲 它叫做鱼 叫做鸡 叫做鸭 叫做牛肉 对于它来讲 只有一个概念 就是要拆成氨基酸分子 然后在体内 这个身体肝脏 再把这些氨基酸 合成身体需要的蛋白质 明白吗 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肉 在身体里面 都是要分解成氨基酸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与坏 但是为什么民间会有说白肉比较好呢 我做个示范给你看 这里放着鸡蛋 鱼肉 虾 还有牛肉 羊肉和猪肉 我们拿脚来踩 为什么 脚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的胃的蠕动过程 OK 鸡蛋踩下去 变成末 鱼肉踩下去 变成丝 也像末一样 鱼末 鱼肉末 如果呢 牛肉踩下去 就开始裂成块 一段一段裂开 猪肉踩下去 踩完还是块猪肉 这代表什么呢 消化难度不同 白肉 比较容易消化 因此说它是好肉 不是这个肉是好的 是容易消化 对肠胃它容易 如果你把猪肉 把它变成末 也这么容易消化 那猪肉就很好了 就操作问题了 这是一个工作方式问题 所以为什么 人们喜欢吃的猪肉 都是这样 入口计划的 就是方便消化吧 你要把那个肉 做到入口计划 人们就说 这个肉很好吃 如果你吃的牛肉 煮得太老 咬半天 都弄不掉 你就觉得它很难吃 明白吗 所以好吃不好吃 其实是容易不容易吃进去 所以鱼肉 虾 这一类的海鲜 都是比较容易吞咽 容易消化的 相对而言 牛肉 猪肉 它消化的时间 大概要四个小时 才能完成 所以它消耗体内的体能 消化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这是你的处理方法 如果你懂得处理 你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吃肉我们明白了 那脂肪 是不是也是没有差别 因为 大家也说 有动物性的脂肪 也有植物性的油 动物性的脂肪 它相对饱和脂肪比较高 然后不饱和脂肪比较低 可是 饱和脂肪 在我们身体里面 同样也有用途 它是要一定的比例的 饱和和不饱和 比如说我们说 你少吃点动物脂肪 OK 那我们就少吃点 因为我们会觉得 就会散高 对 那我们就少吃一点 问题是 你吃都没吃 你谈什么少吃呢 我吃了呀 你动物脂肪 每天有吃多少 比如说 我们一块红烧肉 炒菜都会用油啊 你炒 炒菜用的油 不是动物脂肪啊 那好吧 我今天会吃这个 比如我吃的一个 红烧柿子头 红烧柿子头 明天呢 我明天可能吃的这个鸡肉 后天我吃虾 嗯 OK 里面有多少脂肪 你吃虾 你是吃一旁 还是吃两只 三只 吃个五六只吧 对 里面有多少脂肪 你的意思是不够 不多的 你是全身六十兆的细胞 每个细胞都要有膜 每一个组织都要有膜 每一个器官都要有膜 每一个关节都要有膜 这么多的材料每天都在那里更新 每一天都有老化的需要替换 你够不够用 这么说来好像有点不够 对 我告诉你 凡是经常有慢性鼻炎 咽炎 支气管炎 凡是经常有眼角膜炎 凡是经常有关节炎的人 全部百分之百都是缺油的 就是缺少这个脂肪啊 对 这个油的概念 我看老师这底下 我打个比方 如果在这个地板上 撒一层油 你踩在上面 是不是容易滑过去 对啊 对 代表血液当中的脂肪 是帮助血液循环的 它是滑的 嗯 它的流动需要 不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 真正的问题 黏的 血黏度记不记得 知道 黏的才会造成问题 谁是黏的 血液吗 糖才是黏的 糖过度 所以不是油脂肪会做 对啊 因为你一碗一碗米饭进去啊 刚才不是全面讲过了吗 所以如果你的糖不多 然后你的脂肪呢 它大部分的材料 是被用来做细胞膜 组织膜 关节膜的 这部分都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唯一造成问题的 是由糖转化过来的脂肪 由糖转化过来的脂肪 很难被分解 因为它是转式脂肪 它的分子比较大 它容易在身体里面堆积起来 然后加上周围的糖又黏着糖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很难被分解了 所以我知道了 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些不好的脂肪 反而吃主食出来的 对 吃肉反而它里面的脂肪 不会的 你想想猪都不怕心脏病 你怕谁 老师这句话太逗了 好像哪里不对的 其实你会发现 所有吃肉的动物 都很有战斗力 猎豹啊什么那些肉食动物 所有吃草的动物 你会发现都有一个特点 好跑 对 遇到事情 所有吃草的动物 就是扭头就跑 对吧 一只狗 吃肉的狗 可以追一千只羊 你说那羊多丢人 这一千只羊 踩都可以把那条狗踩死 可是它居然选择跑 它不团结 对 你会发现 吃素 不吃肉的人 很难有团结意识 集体意识 我每一次 有重大的事业 决定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 有一段时间 都吃牛排 哇 我发现 我就很有那种斗志 做什么事情 很有目标 我有一阵子 特地选择吃素 结果我就发现 别人跟我问 问什么 各种各样的 工作上的问题的时候 我都说 你决定吧 随便吧 你决定吧 慢慢慢慢就变得 没有欲望 没有想法 没有什么目标 什么都可以 然后人呢 开始越来越懒惰 对什么事情 都不想思考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叫做什么 养生 然后修养 我觉得好不容易 做人一探 修成这个样子 我是不站在 这是身体里面的内部 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你知道 脂肪代表什么 脂肪代表 自我保护能力 哇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 你只要有脂肪 你就很难受到破坏 你看我们身体这么抖 你以为你能随便抖 你身体里面这么多零件 抖着抖着就散了 你知道吧 都是靠里面有脂肪 形成这样子弹性 但脂肪多了胖啊 它就是那层 隔膜吗 我跟你讲 其实胖的人 比瘦的人 残瘦的 但是 我们会怀疑 现在胖的人有三高 国家都国际上的营养师 做出很多很多的统计调查 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 当然我不是告诉你 你胖好 我是告诉你 你如果是吃米饭 面条 糖类转过来的脂肪 你肯定不好 如果你是吃原本的 这个食物里面的脂肪 你不用担心 第一 你很难吃多 怪不得有人说 有种是结实 有种是虚胖 对 所以要吃天然的脂肪 那什么是天然的脂肪啊 其实牛如果你吃了牛肉 猪肉 羊肉 里面都是天然的脂肪嘛 你不用担心多呀 因为你本来就吃不多呀 现在有多少个李逵呀 李逵以前是说 来 十斤牛肉 现在有多少人呢 来 一碗回锅肉 那回锅肉上面 在几个薄薄的肉片 而且是被饭吃的 两三个人坐在那里吃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个误区究竟是什么 好 吃饭要有正确的顺序 这是误区吗 对的 但是这个顺序可能会出错 对 到底怎么样的顺序是对的 有没有说吃肉 吃菜或者吃 喝汤啊 吃饭 有顺序呢 对 哪个顺序 还有包括吃水果呀 对 我们的胃肠 在消化食物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 不同的食物 有不同的消化时间 比如说我们大概消化一个水果的话 大概15分钟 它开始进入消化过程 它的这个被分解了 然后进入肠道 开始吸收 如果呢 是米饭呢 大概半个小时 它都开始被分解了 那么如果是肉类呢 大约要四个小时以上 好 所以这就牵扯到吃饭的顺序 你的胃呢 是一个抖 下面呢 是一个小的孔径 要经过这个胃呢 消化完之后 进入到下面的十二指肠 空肠 回肠 小肠 这个地方 在那里吸收 和进一步消化 那么这个过程 如果你先吃肉 那么肉类要消化四个小时 就很久啊 堵在那儿 那么对 肉类就堵在下面这个斗这里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又吃饭 一般人都是这么吃的 吃肉 吃完等会儿吃饭 尤其吃酒席的时候 对对对 吃的饭呢 饭在上面 下面的肉呢 四个小时没消化完嘛 对不对 上面的饭呢 三十分钟已经消化完了 但是它过不去 过不去之后 它已经被分解了 分解之后呢 在胃里面三十七度 三十六度 它就开始发酵了 发酵 发酵开始制造酒精了 你知道吗 那个酒精开始 从胃黏膜开始吸收进去 这个时候 你从来没喝酒 都会得酒精干 哇 吃饭的顺序 这么严重 对对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你又把苹果吃进去了 把水果吃进去了 那水果更惨 它十五分钟就消化完了 所以理论上来讲 一般人如果没有这个习惯 那么他吃水果跟吃肉 时间就要分开 下午吃水果 晚安吃肉 晚安吃肉的时候 就不吃水果了 好 免得混在一起 如果你要吃 你一定要有顺序 好 太棒了 对 我们再看第四个误区 熬夜不可怕 睡眠质量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 老师 所有的人都会说 熬夜是可怕的 所有人都会说 你干嘛熬夜啊 你赶快改你的习惯啊 你真的熬夜会老的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十二点的时候 你的什么器官在排毒 一点什么器官在排毒 两点什么器官在排毒 对 接下来我来听你解答 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我本人是熬夜的代表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凌晨两点睡觉 三点睡觉 一直到今天为止 哎呀 我是太享受熬夜的日子 好懊弱啊 老师您很享受熬夜这件事情 是会带坏很多人的 我看您也没有神情憔悴啊 对啊 我呢对这个问题 做了十年的观察和思考 我所有讲的东西 都是我亲身做的 或者带着我的团队 每一个人做的 我的团队里面 很多的女孩子 都被我带着凌晨一点两点睡觉 可是他们皮肤非常好 一年比一年年轻 现在的问题是熬夜 要怎么样不变成熬夜的问题 其实就我改不了 对 你想想 我们来讲几个事实 因为我观察过 像我父母亲的 这一辈的这个 这个人 他们基本上 不像我们经常有夜生活 可是没有证据证明 他们的身体更好 他们都一样是三高 他们经常还会有 更重大的疾病 那些经常不熬夜的人 我并没有查出来 他们比别人活得更好 但是有人会说 你现在年轻啊 所以你熬夜没有问题 将来你就老了 他们年轻的时候 也没熬夜啊 你看中国北方到了冬天 四点钟天就暗了 基本上他们在七八点之前 就睡觉了 并没有证明 他们就不得糖尿病 不得心血管疾病 不得癌症 也没有看出来 他们比别人更年轻 睡觉的本质是什么 养精蓄畏 对 那么既然是养精蓄畏 那么首先拿什么来养 你必须有足够的营养来养 所以睡觉的目的 并不是坦在那里 失去肢结 叫做睡觉 那叫昏迷 对 我认为那个叫晕倒 所以很多人吃安眠 要睡着 睡了一个晚上 到早晨起来头晕晕的 他是睡着了吗 不是 他其实是晕倒了 他真的是晕倒了 他整个身体 完全在整个晚上 没有一个修复过程 因为他被药物麻痹了 干扰了整个内分泌系统 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 起到睡眠的作用 所以你觉得睡眠应该是 对 睡眠的关键是 你要搞清楚 睡眠的目的是什么 睡眠的目的第一是 把白天的损伤修复了 第二个是 把白天累积的毒素排除 出去 第三个是 把白天收集的信息 在夜晚通过身体的潜意识 进行重新的收集整理 你这么讲 睡觉好有意义 对 所以睡觉的本质 既然是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只需要提高 这三个部分的效力 就可以缩短睡眠的时间 或者改变睡眠的节奏 怎么提高 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既然睡觉是为了要改上 身体修复的效力 那很简单啊 你的关键就不是在于你睡多久 而是在于你白天所吃的食物 是否采购了足够均衡完整 全面的够你拿去修复的原材料 如果你没有原材料 你坦在那干嘛 你的身体在那等 我又没材料 我修不了 你坦在那干嘛 所以等你睡到天亮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大堆人睡起来 头都是晕的 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 他坦在那八个小时干嘛 你的身体想 你坦在这里好奇怪 该买的都不买 你坦在这里干什么 所以第一步 原材料要补充足够 原材料补充足的人 睡眠随随便便 四五个小时就修复的差不多了 怪不得 可是怎么样实现 这种高质量的睡眠呢 那你很简单 你白天如果多喝很多蔬菜水果汁 多吃一些能够帮助排毒的 维生素C炒汁 然后一些这个纤维 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流心酸 牛奶剂 这种各种各样的 能够加强你排毒的营养素 那么你白天的毒素呢 就更容易排出体外 你夜晚排毒的这个工作难度就减少 那么你在体内就不会积累很多的毒素 就不会早上醒来的时候 一脸都是有毒的样子 一脸有毒的样子 好像我昨天坐飞机 飞机延误 你说我想熬 想不熬 被迫的 也没办法 他逼我熬呀 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凌晨大概三点才睡 早上八点多钟就起来 等着录今天的节目 中间才五个小时 所以这个时候我少睡了一点 那个眼带那个部分的修复可能就差一点 不过这不要紧 我第二天补睡基本上就回来了 凡是能补的回来的都不叫着病 补不回来的才叫着病 对 OK 然后呢 如果你晚上要熬夜 你就必须把窗户打开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要熬夜 你就不能缺氧 就是氧气 一缺氧那比熬夜更狠 所以在缺氧的时候 熬夜就是早死了 因为缺氧是致命的 那我们睡觉要不要开窗户 睡觉你可以 你已经睡了 睡觉的时候需要的氧气不多 因为睡觉身体消耗比较少 所以需要的氧气不多 但是你如果要熬夜 你就必须让通风 让氧气进来 这样你才能够熬 使你的夜不再是熬 你累了才是熬 你煎熬才是熬 如果你很舒服地享受一个晚上 怎么是熬呢 当然女人 如果你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没有足够的蛋白质 没有足够的照血材料 然后你又夜精来了 你又丢失了很多的血液 然后你去熬夜 那你百分之百 你会体力越来越差 凡是人有重大支出的时候 都应该增加睡眠 好好休息 那么改善熬夜的 另外一个弥补办法就是 晚上如果你少睡 那么你白天呢 有机会打盹就尽量打盹 叫做动不动就睡 好像我一散低似就睡 然后呢 这个你不跟我讲话我就睡 你跟我讲话我就跟你讲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睡得着的吧 我不能说我躺得要睡 一旦你营养足 一旦你按我讲的这种生活方式来 我保证你睡觉就像关灯一样 我要睡了 就睡着了 开玩笑吗 然后呢 要讲话的时候开灯 就开始讲 要睡了就睡 就很多人其实开关失灵 对 该睡的时候睡不着 该起的时候起不了 就是开关失灵 那个灯关不掉 所以熬夜不可怕 我们把这开关调整好吗 开关就是体内的荷尔蒙 就是那些激素 你要有足够的维生素B 有足够的蛋白质 有足够的胆固醇 有这些所有造激素的材料 你的激素才会充足 才能够说关就关 说开就开 老师 但是有些人也是啊 我平时吃的我也不差啊 我也很累啊 那我就是睡不着 你睡怎么回事 他不是吃的不差 他是吃的很差 一定是的 很多人讲吃的不差 只不过偶尔在外面点菜 点了一些比较贵的菜 他就认为吃的不差 不均衡就是差 不管多贵都差 你有本事一个晚上 吃一斤人参都是差 你整个晚上 吃一堆的褒鱼也是差 只要不均衡就是差 营养的问题是 差一点等于差100 缺一就是缺100 明白这个概念 就像一个家庭 买了电视 买了冰箱 买了洗衣机 都花了好几十万了 最后家里没有插座 这一个道理 对 还有一种说法 说一个人每天 至少要睡7个小时 7个小时 是因为正常人 他的修复时间 大概是7个小时 但实际上 我观察很久 我发现 其实真正的睡觉 就是一有空就睡 一没空就晚 所以有些人 晚上睡不着 就在那挣扎 说我要睡着 我要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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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累了半死 怎么也睡不着 其实我教你一个 怎么样可以睡着的办法 很多失眠的人 又到了让您一只见脑的 金龙鱼海洋 鱼油调和油 赞助播出的 天天健康 天天有礼的环节当中 很简单的治疗 睡眠的几个办法 第一个 就是不睡了 这算办法吗 对 你这个晚上 泡罐子泡窗 你发现你这个晚上 总是在扶持乱想 进不下来 你就不睡了 起来看书 起来写东西 看书 看写东西 写一会 眼睛就打打下来 就睡着 说不定看的时候 就睡着了 好 你不要逼自己睡 你还没有到那个点 睡不着的时候 你索性起来 再洗个澡 然后呢 甚至玩一玩 然后你玩一会儿 你就发现眼睛打打下来 这个时候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好 就是不要勉强身体 记住 你不要命令他 其实是他命令你 好 第二个 睡不着呢 第二个办法是 起来 用热水 冷水 交替的冲冲脚底 这个时候呢 底部的血液心房 加速的时候 身体会很快地放松下来 一倒下去 又会睡着 怪不得建议老年人 多泡泡脚呢 就是睡觉之前泡一泡 也不是多泡泡脚 其实最好是冷热交替泡 不要纯粹用热水 不然将来会对这个温度 有依赖 OK 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五位心理观众朋友 您的号码 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您将会获得 由金龙鱼送出的 让您一直见老的 海洋游草和友谊 恭喜大家